各位同志 我们柔佛州行动党 在柔佛扮演的角色非常的大 第一 我们有五个国会议员 十位州议员 在柔佛州 柔佛有26个国会议席 我们占了五个 差不多20% 这五个里面我们有两位副部长 一位刘正东同志 张念琴同志 两个部门都是 对于柔佛州的经济非常的重要 一个是国际贸易部 负责投资 我们需要很多外资来柔佛州 所以 正东同志 在这个部门非常的深合 因为第一 他也很了解 国际的这个趣事 很多国际的这个 这个贸易的条文 贸易的这个合约 他都非常的了解 所以这方面 他担任 这个部门的副部长 非常非常的适合 第二 年轻同志在工训部 工训部对柔佛州的经济 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柔佛州的经济 迈向数码化 有很多的这些数码的投资 Data Center 等等 在柔佛州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在中央政府扮演的角色 因为我们要接受这个政治的现实 柔佛州州政府是在团结政府的诞生之前成立的 上一届的周选 的确我们的联盟 没有得到很多的议席 我们当时三角战 西盟只是赢13个州议席 包括Muda 13个州议席 国盟3个州议席 40个州议席是国阵 胜出的 所以在州选的时候 他们可以很轻松的成立州政府 他不需要我们的议席来成立州政府 所以在中央团结政府诞生过后 柔佛州没有成立中央团结政府 只有马六甲 马六甲不是我们要求的 是国阵自己说 邀请我们加入州政府 我们才派我们的代表一位州议员加入行政议会 在沙巴 沙巴是因为沙巴首席部长哈基基 社区部分的州议员的这个支持 他需要希望联盟的州议员的支持 所以他也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州政府 所以马六甲和沙巴州 这两个州邀请我们加入 我们才加入 我们没有要求 因为我说 行动党的精神 一路以来 我们要当官 不需要人家 撕血给我们 对不对 我们要做官 我们要自己拼回来 我们要赢回来 做官才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在柔佛 大家不需要紧张 大家也不需要很记得 要当政府 柔佛我们接受 上一届州选 我们是反对党 现在我们在 全国是执政党的一部分 在州不是 但是州我们也扮演我们的角色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州议员 我们的支部领袖 大家要继续的为民服务 做好我们的本分 做好我们的工作 最重要 来届大选 我们一定要赢回所有的一席 我们要捍卫我们每一个国中一席 一个都不能少 这个才是我们行动党的精神 下一届大选 要怎样打 要怎样配合 到时候我们会有方案 到时候我们会解决 在中央我们会解决 你们要对秘书长 有一点信心 有些东西不需要太早讲的 到时候 就会有方案 就会有解决 我认为 我担任秘书长 过去两年 已经证明给大家看 适当的时候 我会讲适当的话 适当的时间 我会做适当的事情 所以 柔佛州的同志们 大家可以有绝对的放心 最重要的大家 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 做好我们的工作 为民服务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最后 我希望 借今天的这个场合 要感谢 刘正东同志 我们 要给正东同志一个肯定 你喜欢不喜欢他 你责责或者不支持他 你都要给他一个肯定 我知道在柔佛州 不是每一个人喜欢他 我是很坦白的 跟他啦 因为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成年都认识了 就认识了 我们两位还没有 投票权力 已经认识了 所以我什么都可以跟他讲 我在台上 讲什么他都不会 骂我的 所以我知道在柔佛州 也有一些党员 不喜欢正东同志 这个是大家的权力 没有所谓 但是我们要肯定他的贡献 我说正东同志 在柔佛州 你不是得到100% 这个是很正常的 陆赵福社秘书长 在深美兰州 也没有得到100% 我只有得到92%的支持而已 还有8% 所以 我们要给他一个肯定 因为正东同志 在2013年大选 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对柔佛州行动党 有今天的成就 他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当时 他在党内 在党中央 不停的推动这个想法 他说如果我们要有突破 我们一定要公容佛州 要公容佛州 我们几个中央的领袖 必须要带头 首先他跟吉祥同志谈 说服吉祥同志 带领 行动党 去攻打正林山 但是一个吉祥同志不够 我们最少有几位中央领袖一起来 所以他 自己 贡献自己 离开 这个Buket Bandera 上期三在槟城的国会议席 在槟城的国会议席 当初他已经 已经超过两万票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选区 但是他本身离开 讲到没有电了 因为郑东同志 今天说 他不 连任州主席了 所以要讲长一点 对他的 贡献 这些是党的历史 我们新的党员也必须要了解 必须要知道 2013年 他的确离开槟城 来居然攻打 结果 我们成功 我们带动 整个罗佛州 行动党赢下四个国议席 十三个州议席 在2013年的大选 2018年的大选 他赢了居然国会选区 他离开 他去攻打艾伊丹 虽然艾伊丹我们不成功 但是他带动整个党的士气 也帮助希望民盟攻下不成 所以这个是刘震东同志 对党 对罗佛州行动党的贡献 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对他有一个肯定 所以在这里我代表中央 感谢刘震东同志 今天大家会选出一个新的周围 肯定大家有大家的选择 无论的结果是什么 再任何的党选 肯定有人赢有人输 但是最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大家是一个团队 无论结果是什么 最重要是行动党必须要团结起来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队伍 一个强大的罗佛州行动党 才能够给到人民一个更大的信心 在来际的大选 继续捍卫我们的议席 得到人民的委托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志们 大家可以选出你们心目中的周围 大家可以以一个团结的这个心态 以一个队伍来出发 所以我希望周选过后 柔佛州行动党在新的领导层 更加的强大 在来际的大选有更好的成绩 所以我希望柔佛州行动党 在新的周围 新的主席 新的这个领导层里面 我们在未来的日子 有更好的表现 所以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感谢各位今天这么踊跃 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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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